近期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试验室确实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据报道 这些生物试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 俄罗斯还在军事行动中发现 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 根据美方自己公务的数据 美国在乌克兰有26个生物试验室 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 物境内所有的危险病毒都必须存储在这些试验室 所有的研究活动都有美方主导 未经美方许可 任何信息都不得公开 当前形势下 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确保这些试验室的安全 尤其是美国作为最了解这些试验室的一方 应尽快公布相关具体情况 包括存储了哪些病毒 开展了哪些研究 美国在乌克兰的生物军事活动 只是冰山一角 美国国防部 以合作减少生物安全风险 加强全球公共卫生等名义 在全球三十个国家控制了三百三十六个生物实验室 对 三百三十六 你没有听错 美国在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 也开展了大量生物军事活动 美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具体干了什么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化活动 做出全面澄清 并接受多边核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